307呢 我们称为时长生 时长生 那时长生这个药呢 也是 现代人 用的不多 这位看他的胃是咸味的 只要是咸味的药 都有攻坚的效果 就有硬块 有时候喉咙里面的痰组生的痰一个硬块长在里面 身上的 中医过去认为说 很多的病啊 就是 成年的病 不是瘀血就是老痰 堵在里面痰快硬硬 这时候我们用这个 这个 供坚 咸味的药 能够把它善化出来 所以你看他的功能 主治呢 时长生呢 机具 臃肿 能够驱痰力尿 能够善结排龙 都可以使用的 时长生 那 现在呢 一般人用的也不多 用的不多 原因就是因为 这个西医很盛行 就好像那个毒车咬到 没有 然后我们在早休煮汤那边等 他就把病人送到西医那边去了 救护车 或消防队 他就不会送中医 他就送到西医那边去了 所以经验不多 308 309 310 录音 还有这些啊 这个 这个到牛扁 这三味药呢 也是 没有人认得 没有人认得 也不会没有使用他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